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讲到韩版天堂M更新的内容 11月29号因为是韩版的暗黑骑士绿洲3的更新 所以内容非常多 等一下讲的讲解的过程可能会稍微比较详细跟比较长一点点 大家在看影片之前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开始吧 上面已经讲一些重点 暗黑骑士职业重启还有新增圣灵采集就是探索啦 还有部落关系功能改善 这个指的是血蒙联盟的那个系统优化 好,我们直接看内容 哇,这里面暗骑真的正 来,这边呢,讲解内容分别很多啦 我一个一个念啦,快速念过 左边是暗黑骑士的 第一个是暗骑的觉醒 然后暗骑转值 然后限时稀有技能贩售 然后暗骑的雕像 还有暗骑那个计票签到奖励盒的开启 以及新增的变身和娃娃 新增圣物还有圣物觉醒系统 然后新增圣物收集系统 还有欧灵痕迹第五季 四色硬币转移 还有新增变身娃娃还有圣物的制作 再来是绿洲优惠券 最后一个是新增骑士装备系列 然后右上上第一个是暗黑骑士的秘密基地 就是加倍活动 然后第二个是千道更新 第三个是那个千道的每周奖励 那个额外 就是花1200赚可以额外获得另外一个新的奖励 然后第四个是那个改善就是联盟系统更新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新增 英海萨的眼 就还有更新的原本的格兰肯之类 那个看透隐身的那个叫道具 再下一个就是商店的那个 商城饰品还有传送服存仓领取的金额下降 再下一个是新增那个收集品一键收藏功能 再下一个是 那个死神就是重生服啊 开启那个饰品的强化上限 以及新增亚特兰提斯 在下面一个是 那个移民活动 最后一个是世界移民 然后在下面周末制作 以及最后一个新的本周他们的礼包 好很多 虽然没有文字 不过你们等一下在下面的内容都会看到 所以这个简单念一下 稍微知道就好了 往下看 第一个讲的就是所谓的黑暗骑士职业重启啊 它的改版 那这边依旧是跟他们宣传影片说的一样 就只有开放六招恒劲能 其他的技能都没有特别介绍到 所以实际上内容还是得等明天的详细资讯出来 我们才会看到啦 再往下看 这边讲的是职业转值 它图片虽然看起来像大转值其实没有 重点只有中间 它这次只有开放暗黑骑士的转值 就only one 然后这边是公告了所谓的稀有子记啊 哪些是稀有子记列表 我这边帮你们打成的文字 稍微记一下就可以啦 它的稀有子记分别有 帝国引力 反景疲障大师 集体圣结界 黑暗之星 精灵之一缺 暗影冲刺命运 天外救星 龙之精通致命 神圣盔甲至高 还有雷神的雷电一闪奥秘 就只有这些 没有其他的了 总共12345678911 总共11个技能 好那有些职业它是玩 像看你看那个狂战士 还有暗骑 还有 还有谁啊 骑士友 就是有些职业它是其实没有稀有子记的 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死神也没有 所以那些职业未来更新 就会朝西游子记的方向迈进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这边讲的就是限时技能贩售啦 300万跟180万的名誉币技能 好再往下看 这个是暗骑的那个活动雕像 它的雕像能力是 HP加100 MP加100 远近法伤加1 PVE伤害减免加1 还有经验值加3% 持续时间3个小时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这边就讲的就是那个 计票签到的最后一张 最后一天开启那个暗骑的生物带 可以获得一个黑暗骑士的盾牌 还有一个技能合成的TJ卷 然后这个盾牌可以塞到收藏里面获得能力 它的能力是伤害减免加2% 伤害减少加1 这样子 好再往下看 新增变身以及娃娃 这是一个女 女暗骑的造型 红变 还有一个绿娃的 女暗黑骑士 再往下看 这边比较多 新增圣物系统 它的圣物新增了一个神话 两个传说 三个英雄 五个稀有 以及三个高级 很多圣物 那上面这些能力值目前都还不知道 等到改版之后我们再来看吧 这个好像叫做秦始皇的宝珠啊 蛮特别的 往下看哦 好这个比较可怕 新增圣物觉醒以及技能觉醒功能 太可怕了 圣物觉醒跟技能觉醒一起来 好我们到时候再把多的圣物卡来觉醒吧 然后下面提到的这就是圣物探索啦 你只要圣物觉醒后并达到五等就可以进行探索 然后探索的地图模式长这样子 有点像是我们娃娃探险一样 可是它圣物探险就变成很像一堆王座 你去这王座上面去各个区域探索 像这些区域简单来说就是也是有 也是有以那个等级区分的 像中间两个这个是英海撒的 英海撒的祭坛 这个是格兰肯祭坛 它是各种祭坛去探索 然后你会放上 玩法其实跟原本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放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HP跟那个回血量提升 然后就反正就跟娃娃一模一样 然后可以探索到稀有的 稀有的兰娃卡 还有这个圣物硬币箱 这圣物罐里面看到是圣物币 然后探索完成就会大概是这个界面啦 当然你探索过程中也是有可能圣物会死亡的 死亡的话你一样可以使用 呃复活在他给他再一次机会 也可能也可以直接把他收回 获得50%的奖励 再来往下看 欧灵痕迹第五季开放啦 太可怕了 我们的第四季都没出来 人家都第五季的天哪 但是这次玩法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啊 我们就特别就简单看一下就好了 好再来这次开放的是四色硬币转换 包含圣物币都可以进行转换 那转换规则一样 就是使用110每一个可以制作10万的硬币箱 总共可以做10箱 你做一次是11万硬币 就是110万转10万 然后这次也可以使用名誉币单独转换成另外的三色币 转换规则也跟之前一样 25000名誉币可以换到1万的其他三色币 好这张是绿洲优惠券 绿洲优惠券它不是一般题杰 它就是直接选择的 你可以选三选一选择红变星天上骑士 或者选择红娃九尾狐 或者选择骑士团装备四选一的选择箱 好再往下看这里面 还新增了骑士团装备的收藏 你们稍微看一下 这个收集品大家稍微知道就好了 基本上这个收集品收不完的太多了太多了 好再往下看 好本次又开放了新增那个变身娃娃还有圣物的制作 它制作的内容就是使用100万的变身币可以做一个新天上骑士 100万的娃娃币可以做一个九尾狐 以及100万的圣物币可以做一个这个双刀 好再来这就是他们上礼拜的活动 暗黑骑士的秘密基地boost的活动 就是他的这边经验值1.5倍 然后掉落量加倍 然后并且可以获得这个补充宝石 好这次的天道更新 里面新增了7天14天 21天28天 35天的五张TJ卷 那这五张TJ卷分别顺序是娃娃觉醒 然后变身觉醒 娃娃合成 变身合成 以及最后一张圣物 好这里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你签到每周更新后面多出一排 额外获得道具的 花1200兆额外获得道具的奖励 那奖励内容跟之前一样 也就是第一个7天 第一周可以获得这个15天的战斗卷轴 以及龙之珍珠 14天可以获得这个高 3包的11抽高级圣物包 21天可以获得5个三色硬币箱 然后28天可以获得一张 娃娃兑换券 35天可以获得一张变身对话券 这是保底蓝而已啦 好再往下看 这边讲的就是写萌联盟 以及敌对优化 这边你可以直接点对方的人名 然后后面选择敌对或联盟系统 你可以这边设定 你要跟他警戒敌对或联盟 像这边选下去之后 这边可以直接设定 那个是否要宣传为敌对 然后你这边可以选择 我要敌对或者是联合 表单会长这样子 当然这次也开放了 可以把你的那个敌盟名单或联盟名单 共享给你的联盟成员 让联盟成员就可以同时同步看到你的分享的资讯 然后最后你可以选择你是否要一键 同意或一键取消之类的 那这样这个表单可以同时预排100个写谋名称 然后会会有时间限制 时间到就会删除 好再来这边是更新 这个这个东西比较特别一点 我稍微简单讲一下 就是他就是新增英海撒的英海撒的魔眼 我们原本有格兰肯的魔眼 就是可以看到隐身的玩的玩家 这边新增英海撒的魔眼 并且优化了格兰肯的魔眼功能 来 英海撒的魔眼新增 他使用的每天可购买4次 他的能力值是什么呢 他能力值就是 可以侦测透明的玩家 然后试破变形怪 然后 就是你如果 好像还有 他这个功能还有一个显示 好像无法脱标这样 这应该是无法脱标 无法逃脱标记 然后最后一个功能比较特别 是死亡时buff不会消失 之前格兰肯的魔眼是死掉之后 buff就消失 他这个是死掉时buff不会消失 但是时间比较短 只有15分钟 原本格兰肯的魔眼好像是半小时 他只有15分钟 那其中3跟4是比较特别的 第1个就是无法脱标 第4个就是 buff不会消失 然后这边也优化了格兰肯魔眼 因为格兰肯魔眼原本是有使用时间的 这一次他更新为死掉后 当你的buff消失就可以立刻再使用 原本是半小时用一次 等于说你如果中间被打死的 buff消失你就要等冷却 现在是只要buff消失就可以直接吃 不用再等冷却 第19个 这就是讲到的存仓优惠下降 就是你的商城饰品以及传送符 存仓领取之后 他的消耗金币值是下降的 这个功能不错 第2个10个就是类似w那样子 那个收集品优化 你可以在这边收集品选择一键购买 一键收藏 他会直接帮你购买交易所 他会从最低价格开始购买 再往下看 第21个 哇这是重申符的 死神跟野魔伺服器新增海底的副本 并且提升了商城饰品的 强化等级像肩胛到加9 然后还有那个徽章到加8 这边是移民开放 好这里就是韩版本周的周末之作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吧 东西很多 所以我就慢慢讲 大家尽可能慢慢的看完哦 第1个这个红卡是什么呢 是英雄变成卡选择箱 他是合成卡 然后第2个是娃娃的也是合成 第3个是骑士团装备选择箱 就是那个收集品的啊 后面这次还开放了加7印章的制作 加6手环制作以及传送服1到9楼的自选箱 没有10楼只有1到9 然后本周的个人制作有开放圣物卡制作 然后龙之钻石 纯白万能药、圣水还有这个 重置卷轴以及欧灵的箱子 然后他们本周的限时制作是支配服 以及信念123楼服 然后再来看礼包啊 章节更新之后都会出这个EP章节礼包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章节的技能包 就让大家学习技能的大补包 好这些就是直接我看一下哦 这个就是用这个 他这个技能包的凭证啊 class凭证券 可以去拼这些卡包 像这个四个四张卷可以 拼传说技能箱子 失败给你英雄的箱子 类似这种的 这个就是你有转值 有需要补技能卡包再用啊 然后这些就是我们之前更新的 像那个20万圣物币的那个 2990包也刷新了 然后这个是 直接送红卡那个礼包也更新了 然后内容物都是一样的 制作也是制作稀有的 机率制作稀有的圣物 好右边这是关键 右边这个又回来了 就是那个什么奇岩商人的 奇岩商人交易品 他这个奇岩商人交易品 他的第一个这个可以兑换 这个也这叫雅丁 雅丁商人交易品 他这个可以第一个可以兑换 10个高级生物包 一个就可以换了 一个就可以换10个生物高级包 如果你是用一个 你也可以选择 那个奇岩特别的圣物抽奖券 就是可以抽到西游圣物 然后也可以选择 那格巴斯的抽奖券 保底栏 然后这也可以选择西游记娃娃的 特别抽奖券也是保底栏 之前一模一样 重点在于下面 下面这些 就是关键 这个你可以使用一张这个卷轴 换10个祝福的欧林饰品 饰品卷轴箱 然后这个你也可以使用一个 换20个欧林的饰品卷轴箱 上面是祝福下面是没祝福 所以你们可以自选 20张跟10张 也可以选择一个换100个饰品保护卷轴 就是制作那个之后周末制作那个 那个保底强化的那个卷轴 然后再来这就是成长 他们改版后的那个冲等成长包 1到79等可以购买的 里面有一个成长药剂 可以有1200%的经验加成 然后保底栏一张 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 这次的圣物那个 成长包2的圣物 成长包2的饰品箱子 哇咬字啊 他里面给的是加6的成长平夹克 加4的地龙水晶 以及加2的成长符石 好这些卷轴就大概这样子 然后这是韩版本周的蓝钻礼包 他们给的是 他们这周切换到了这个圣水 圣水档次一样给22罐水2000钻 然后一个这个抽卡券 然后以及三个综合硬币箱 还有一个凭证 那这个凭证这次可以他们有这个活动收集品 活动收集品 四个凭证可以塞上去 可以获得这个晕抗加4% 还有四个凭证塞上去 可以获得无视伤害减免加3%的能力值 他能力到124号大概是 大概是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左右 那这次的制作内容就是基本的高级最高级卡包 然后如果你使用令牌的话 八个可以换一个 那个 英雄 变身卡选择箱 类似这种的 那这些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CP值没有到很高 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是为了塞收藏 那OK 好这次有单独卖这个凭证 现在好像卖成常态 单独卖凭证里面是做的是传说技能箱 这边来 你用八个全买 可以大成功获得 传说技能选择箱 然后特殊的 就是独特紫技 那几招紫技可以自选的 如果你是成功的话 给你传说技能箱补给 就是一般的紫技 如果失败的话 给你技能抽卡包20包 哇这个就是天与地啊 只有大成功才可以获得稀有紫技箱 那如果你是用一般制作的话 就两个可以做5本卡包 一个可以做2个技能卡包 那这些紫技箱就是 他这个独特紫技就是我刚刚讲那11个啊 就是什么 至高啊 然后金陵之义学 帝国引力 反平大师那些等等 好 以上就是本周韩版 盛期暗黑骑士对不起 暗黑骑士大改版的内容 哇有点多 好那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直播上可以欢迎发问 那我今天影片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掰不